documents continua 2,39說過沒有 從 2,39 由這邊開始 不過我們現在在講說 如果你移動POL分0 它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在這裡有一個可以調 就是這裡有一個A可以調 A可以調顧名思義就在調pole的位置 我們先看看那個 breakaway的點 這是三個pole 一個 0 所以間定線是 90 度 我們一般都先講 k 大於 0 的情況 間定線是 90 度 所以我們 dh ds 等於 0 把這個圍奔一下就要算那個 breakaway的點 所以這裡來看看 breakaway的點在哪裡 一開始我這邊會有一個pole在原點 一定會有一個 0 在-2 的地方 這個方程 這是算 breakaway的點 這邊有個 a 在變 所以 a 可以調整 這三接 所以剛開始對各位來講 如果你沒有電腦工具 你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解這三個根 解三個根 那 a 又是變數 你看它這裡 它在例子上取得講義 課本的數字比較奇怪 考試大概不會出這種數字 像這個郭先生 a 等於 1 還是先舉個例 a a 等於 1 解這個方程式就不好解 這要三個根在這裡 這沒有電腦大概沒辦法 那只可以讓你看一個事實 a 如果等於 1 的話 各位看 a 等於 1 相當於什麼意思 它的 1 不是亂選的 a 等於 1 是代表有個負 1 的兩個重根 所以簡單的看 你先不要看這張圖 我自己畫一次給你看 如果我們先假設 a 等於 1 a 等於 1 應該是兩個pole 一個 0 再負 2 我看 k 大 裡面怎麼找 留些人不要看講義 自己來練習看看 no yes no 所以一開始應該就 有一個會往這邊走 然後監聽線是 90 度 監聽線是 90 度 應該是負 2 減掉負 2 除以 2 所以監聽線是在 0 的地方 所以看起來它應該像這樣 那你說為什麼你這裡一定要扭一下 就好像故意要扭一下 因為這個出來一定是 90 度 兩個pole在一起要裂開來一定是 90 度 這個你就要變成 common sense 好不好 那因為它最後要貼著這個時軸 所以它應該最後最後往這邊走 對不對 所以顧名思義這裡應該有一個 breakaway 點 這裡應該有一個 breakaway 點 他說它只有兩個而已啊 那你說 k 小的0 應該怎麼走 k 小的0 應該是 yes 那怎麼走 這個比較簡單嘛 這就往這邊走嘛 那再來呢 這兩個老兄怎麼辦 就先裂開來 然後這樣進去這樣出來 因為它的漸進線在 180 度 0 度跟 180 度 k 小於 0 的時候 可以了 這個毋庸置疑吧 那就看看那講義上跑條 是不是跟你的預估是一樣 所以你要自己去試一次看看 不要每次都先看答案 好了 這個 顧名思義看到沒問題吧 藍色的就是 k 大於 0 的 如果你看不清楚 我想這個還蠻容易的 綠色的就是 k 小於 0 的 所以按照我們剛剛說吧 k 大於 0 這邊會裂開來嗎 然後這個往這邊走嗎 所以它一定有個負 1 負 1 是要 breakaway 的點 負 1 是 breakaway 這邊又有個 breakaway 這樣看起來是負 0.382 這沒有問題 這個是 0.382 那 2.618 那就不是 2.618 是 k 小於 0 看 這 k 小於 0 是負 2.618 還有這個負 1 也算是 這個負 1 也算是它的 breakaway 的點 所以這三個都是 它 over order k 從負 1 窮到正 窮窮到 所有 breakaway 的點都在這裡 如果你 a 選 1 的話 軌跡圖長這樣 如果你把 a 增加一點點 比如說 1.12 各位你知道嗎 這個 a 如果增加這兩個 pole 就不會在這邊做同根了 它會跑到上面去 因為多了 0.12 要出來 多了 0.12 要說 它不是應該再往上面一點嗎 也就是說它的實際 剛剛它會變成這樣 這是負 1 這負 2 它的兩個點會變成跑到這裡來 剛剛 a 等 1 的時候 會在這邊重根 現在就會大到這裡來 我們剛剛因為是 這兩個就站在 它就站在石頭上 所以很清楚就往這邊 這個兩個這樣子 這沒問題 那現在這兩個 它好像不站在石頭上了 它讓開來了 讓它當成這樣 那現在 a 等 1.12 大概讓一點點 對不對 讓一點點 那這是 no 那這中間 這一條叫做 yes 再來 no 這樣對吧 所以對這個 pole 來講 它應該要往這邊走 因為它看到 0 那你覺得再來怎麼走 這兩個老胸要怎麼走 這兩個老胸要怎麼走 它現在只有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我把它重畫一遍 如果你覺得太亂了 我重畫一遍 這個是負 1 它大概就在旁邊 然後這個要往這邊走 這兩個老胸也會動 對不對 那一定先看它 end of departure 我們先把你 大家可以怎麼猜 還是跟剛剛一樣 它就往這邊走 那這兩個往這邊走 那有種說 那可不可能 因為漸進線還是 90 度 對不對 先說 4.1是跑到 跑到左半平面 跑到右半平面 以這一題來說 還是保持原狀 4.1 保持原狀 這是NO 這是YES 這是NO 所以不會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太誇張 因為這是NO 這邊是YES 那既然這樣 可不可以這樣 它就往這邊走 反正這個ZERO就是 這個PO在選啊 但你注意看 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ZERO是其中一個PO給它的 另外一個 現在只是離開一點點 那這兩個PO就要完全放棄 我相信是你 你也不太甘願吧 它到底應該這樣走 還是說這兩個先進來 跟剛剛一樣 進來碰在石頭 碰在一起 然後它老公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要裂開來對不對 一個往這邊走 一個往這邊走 然後再往這邊走 它要不要進來 還是直接出去 這dependent on 到Angle of Departur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你猜大概是哪一個 因為你看 A下從1變成1.12吧 它也是個連續的變化 因為這軌跡不會瞬間變化很大 除非你有做POZERO cancellation 如果沒有cancel掉的話 沒有巨大變化 一般它軌跡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剛剛黏在一起的時候 剛剛黏在一起的時候 不就是一個往這邊 然後一個往這邊裂開來嗎 那現在稍微讓開一點位置的時候 你覺得大概會怎麼樣 你覺得是往上走的A 還是往下比較可能 當然最後就有算就算出來了 我現在還沒這樣 我說如果你直覺在猜 你覺得往上走的A可能 還是往下走的B比較可能 因為1.12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看如果說我把A再大一點 A再大一點是不是可能會變成這樣 他就變得比較高了 比較高 那他可能他如果想下來 他搞不好早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一開始也是想下來 到後來就回去了 那如果你再高 再高根本看不到ZERO 你當然一次就會往這邊走了 所以我說真正怎麼走 當然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那個趨勢 我再講一遍說 我們人比電腦厲害的東西 我會分析趨勢 電腦都是Input什麼 Output什麼 即使人工智慧也是一樣 也是Input什麼 Output什麼 對吧 因為你看你拿多少東西 去教他而已 所以 你要會分析就是說 在這個Case裡面 他現在把那個A 調整那個A 就是調整個Pole的位置 他剛開始兩個疊在一起 然後呢 把它拉高一點點 再拉高一點 再拉高 越來越大部分這個Pole 就越來越高嗎 越來越高 你發覺太高之後 他就沒什麼影響了 但是他在很低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有影響 他企圖想要下來 為什麼 因為當他很低的時候 他想要下來 因為這個人還沒過來嘛 因為剛開始 K值增加一點 他還沒很快過來 如果你這個很高的話 你要下來之後 他已經過去了嘛 過去的話 你當然覺得這個ZERO 已經心有所屬了 你下來幹嘛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自我放逐 如果太遠的話 他根本一開始就放棄了 他其實不是放棄 因為他看不到ZERO 所以他就照他的方向去走了 好 那我看到結果會不會是這樣的情形 這是1.12的情況 那你 這些東西 如果你覺得郭先生講的不一定對 我說的不一定對 其實這些數字 如果你是比較Aggressive 你就像你有Malab 你像Malab 你跑一下你就知道 看結果對不對 你看這個 當他越來越高的時候 這個再大的時候 你看他就直接走掉了 他就直接走掉了 這個3是不是變得更高了 他就進不來 像這個還有想要進來 你看 1.182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重根 刻意選個1.1852 這個方程是解出來會有一個 這個進來 這個剛好在-2三分之二 這邊會重根在一起 這個跑進來 這跑進來 他也跑 他們三個剛好都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然後再裂開來 裂開來往這邊走 然後一個往這邊走出來 我再強調一遍 完全Manch的時候 就這樣子走 稍微拉高一點 這兩個企圖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SETA 你自己去算上Angle Departure 這Angle Departure一定是負甲 你自己去算 我這邊不再一個一個交代 所以他會往下走 但因為他高度就有一點點 所以當他兩個進來的時候 進來就在-8.564 8.564 這時候他還沒過來 這個Po還沒到這裡 所以這個就會裂開來 一個往這邊走 一個往這邊走 這兩個碰在一起 然後這邊裂開來 所以這裡有個裂開點 叫-0.4935 你要解這個方程式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2.65是這邊的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綠色的大概都不是問題 藍色的部分會有比較大的變化 所以就看起來這樣 所以這個變化告訴你 你看這裡 這個-1現在就不是-1 就變成-0.8564 A如果再大一點 但這畢竟這兩個碰在一起的時候 他還沒過來 就這兩個進來到十軸 碰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Po還沒到這裡 他只到中間一半的地方而已 如果你把A再調大一點 調到1.18而已 那麼這兩個 因為這稍微高了 所以他走這段路 需要一點點K來幫忙 所以這時候 他也快馬加編了過來 當K點1.18 剛好這三個會碰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三個碰在一起 我當然也是一樣解這個方程式 沒那麼厲害 都用解方程式的 所有東西都是數字說話 那你解出來的話 有個重根 所以這裡有個重根在這裡 所以這個也進來 所以三個碰在一起 三個碰在一起 也必須裂開來 裂開來 你注意看 這裡的畫法 一個往這邊走 你看這裡切出來 是不是60度切出來 三個Po碰在一起 它的規格位點就是60度 所以這裡不是90度 不像這個是90度 像這些都是90度裂開來的 因為這裡就兩個Po碰在一起 所以90度裂開來 到這裡是三個Po碰在一起 所以是60度裂開來 那到了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為什麼不進來了 我們說過 因為它太遠了 它進不來了 那數字可不可以講話 可以A如果等於3 去解這個方程式 它的根一個在-3 一個在0.5 一個在0.5 正-5 解0 你看這個不在死軸了 對不對 這就一個-3 -3這個還是 K小0-3這個是 你說這個也是Break away的點 不是 我們再說一遍 這邊解出來的這個點 它是Break away的Candidate 並不是說這邊一定都是Break away的點 這個例子就告訴你 這裡Break away的點只有-3而已 這個東西算出來 它並不是Break away的點 那事實上看起來是什麼 它的確只有一個-3而已 當K大語言的時候 這個往上走 這個往上走 然後這個往這邊走 因為他們兩個沒有機會可以下來 因為距離這個0太遠 所以它已經過來了 這個就是計劃 所以你把A變更大的話 那越上去 它更是直接的往上走 但這一體看起來 你看這三個Po一個0 那我先問一下 這一體在K大語言 是不是都是Stable的情況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0的話 如果你不加這個-這個0 其實它會Unstable的 對不對 但是你加上這個0 這個系統就變成Stable下來 介紹另外一個 叫做RootCount2 這是一個新的 它不是新的啦 它把舊的東西在Extend 這個唯一差別是在什麼地方 前面的做法的時候 是不是K2等於0的時候的畫法 跟軌跡啊 那Count2 Count2就是等高線 或是等溫線 等等等什麼線 各位在氣象報告裡面 常常看到畫了一大堆那些線 畫在一起的 那條線上畫在一起 就一定有什麼東西像 比如氣壓相等 或是溫度相等 所以多半會等什麼東西 我們就把3D 透過一個等 換成2D 所以這個RootCount2 其實是3D 因為它兩個變數可以調 K1跟K2可以調 所以我們下一次上課 來跟各位講 當我們的RootLockers 一個變數調整 變成兩個變數調整 會變成什麼情況